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燃起了熊熊大火 画面一转 医院里我们的女主是一个儿科医生 正在耐心的查房 她性格温和 技术精湛 深受同事和患者的喜爱 这时女主看到一群小患者正围着一个平板电脑看着什么 而且还时不时的哈哈大笑 走过去一看 居然是弟弟小帅拍的搞笑耍宝视频 据小朋友讲 这个小帅经常发一些呆头呆脑的搞笑视频 而且还挺火的 这让女主很是难堪 自己和弟弟相依为命 靠着自己的工资供着这小子上学 没想到他居然这么不务正业 于是女主赶紧将小帅叫了出来 一通数落 但小帅却认为 网红可是现在最火的职业 自己已经有了不少的粉丝 陈名陈家大把赚钱的日子只日可待 到时候女主就等着享福 另一边 橱柜里的女孩正漫无目的地走在马路上 母亲被烧死 他现在是无家可归 这时路过一座过街天桥时 一个白领丽人关心的问女孩怎么了 遇到了什么困难 女孩摇摇头一言不发 谁知这时白领丽人突然就跳桥自杀了 女孩也是一脸的懵逼 自己可啥也没干 不带这么讹人的 然而就在一眨眼的功夫 白领丽人的尸体居然消失不见了 这时镜头给到了桥上摆着的祭品 熟悉恐怖片的朋友应该明白 女孩是有阴阳眼 刚才看到的是白领此时的场景 也许是受到了惊吓 也许是好久没有吃东西 女孩直接就晕了过去 等到再次醒来时 女孩已经被送到了女主所在的医院 女主关切地询问小白的情况 但她却一言不发 这时警察来到了医院 调查小白家里失火的案件 上周公寓失火案 共造成包括小白母亲在内的五人死亡 警方怀疑纵火者是小白的母亲 本来他们是不知道有小白的存在 因为根据户籍资料显示 小白的母亲并没有婚姻记录 也没有生育记录 是后来通过对比死者的DNA 才查到了小白的存在 接着警方问小白叫什么名字 小白沉默了一会儿 悠悠地说道自己并没有名字 但母亲有时候会叫自己真子 警察还打算继续询问 但小白却显得很不耐烦 他怒视着远处的沙盘 女主疑惑地朝那里望去 发现沙盘里的东西 竟然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操控 自己动了起来 于是女主找了个借口 将警察给打发走了 小白对此很是感激 虽然还是一言不发 但对女主的治疗明显配合了许多 另一边 小帅看着自己日渐低迷的播放量 很是着急 于是找到了前辈胡子哥请教 胡子哥已经是UP界的大佬 在业内有很高的威望 他建议小帅拍一些探灵探险之类的视频 这类视频现在非常的火爆 小帅觉得很有道理 连忙上网搜索哪里有合适的地方 而造成五人死亡的小白家的公寓 吸引了小帅的注意 话不多说 小帅立刻拿起设备前往目的地 而医院这边 小白因为孤僻的性格 被其他的小朋友嘲笑和捉弄 他一气之下 用意念将病房的器械柜的东西 全部推了下来 小朋友们被吓得屁股尿流 刺散而逃 接着小白打算坐电梯回病房时 但电梯却不受控制的来到了地下三层 在黑暗中 一个坐着轮椅的老鬼 向着小白扑了过来 小白是被吓坏了 幸亏女主这时走入了电梯 女主自然是看不到眼前的景象 但小白明显是被吓得不轻 女主赶忙将她给带回了病房 这次小白主动和女主 谈起了自己看到的情况 女主虽然不相信 但还是认真的倾听 特别是听到小白说自己被母亲关到橱柜里自生自灭时 不禁地流下了眼泪 原来女主也是被父母抛弃的人 从小被父母扔到了福利院 而小帅也并不是他的亲弟弟 他也是被父母抛弃的孤儿 就在女主和小白两人相拥而弃的时候 病房里的电视机上出现了真子的身影 但他似乎并没有进一步的举动 就那么呆呆地看着他们 第二天 胡子哥突然找到了女主 他说小帅前两天独自去火灾公寓拍探零视频 但回来后就变得非常的怪异 不光神情呆滞 而且还胡言乱语 前两天自己又联系小帅 却怎么也联系不上 到家里也不见人影 女主一听弟弟失踪了 赶紧报警 但警方也毫无头绪 女主没有办法 为了弄清小帅到底怎么了 女主打开了小帅的探零视频 从一开始的背景介绍 女主得知小白的母亲原来是个著名的神婆 叫祖父江 接着跟随小帅摇晃的镜头 女主看到了关押小白的那个橱柜 而诡异的是 橱柜里竟然贴满了驱轨的符咒 忽然小帅好像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 赶忙就往外跑 女主通过反复回放 发现抖动的视频里 似乎出现了骷髅的模样 而橱柜里隐约站着一个白衣女人 一种不祥的预感 萦绕在了女主的心头 小帅的事是毫无头绪 但工作还得继续 晚上女主回到了医院查房 却看到一个女人在楼道里 鬼鬼祟祟的探头探脑 女主走上前一看 原来是梅姐 梅姐前段时间因为精神疾病住院治疗过 临走时还一个劲的对女主的救治表示感谢 但她今天来这里干什么 女主正要上前询问 梅姐忽然抽出了一把剪刀 恶狠狠的说 女主在她出院后就不再关心自己 这让她的心里很受伤 我了个去 果然是个神经病啊 眼看女主就要遭遇不测 忽然梅姐将剪刀丢到了一旁 然后浑身僵硬的立在了那里 原来是小白救了女主 见女主受到欺负 于是用意念控制了梅姐 但紧接着小白就晕了过去 与此同时 走廊休息区的电视机突然打开 一片雪花点闪过后 那个经典的场景出现了 森林中的一口枯井里 真子大神爬了出来 然后穿过屏幕爬到了梅姐的面前 接着梅姐颤抖的喊出是真子来了 而在另一边的女主 也被吓得动叹不得 但此时 女主更关心小白的安危 女主鼓起了勇气 抱起了小白就跑 结果一只惨白的手抓住了女主 女主回头一看 直接就吓晕了过去 第二天 女主三人被医护人员发现 小白被关进了重症监护室 梅姐被再次送进了精神科 而女主苏醒后经检查并没有什么异样 然而这时 女主发现了手臂上的抓痕 意味着昨晚经历的一切都是真的 接着女主来到了梅姐的病房 问她所说的真子到底是谁 梅姐一五一十的告诉了女主真相 原来梅姐是上一部中 看过死亡录像的七个人之一 而那六个人都已经被真子的诅咒给害死了 而梅姐也被吓得精神失常 这次又见到了真子 估计是活不成了 至于小帅多半也是凶多吉少 女主听了这话伤心极了 晚上回到家 想念弟弟的女主再次打开了小帅以往拍摄的视频 一个个的看了起来 忽然电脑画面抖动了几下 出现了黑白影像 视频中一个山洞里到处贴满了符咒 而小帅似乎也被困在了这个山洞里 这时胡子哥打来了电话 原来他也看到了这段视频 通过对比 胡子哥大概知道山洞位于伊豆大岛上 这个山洞不知道什么原因被僧侣给封禁 而真子的母亲就是这个岛上的原住民 转过天 女主得知了一个可怕的消息 梅姐被发现死在了病房的床下 而死前想受过巨大的惊吓 画面回到了昨天的晚上 梅姐听到房顶有滴水的声音 刚要上前去查看 忽然脚下出现了许多头发和两只鬼手 一把就将梅姐拖到了床底 事不宜迟 女主和胡子哥立刻沉船来到了伊豆大岛 他们很快就找到了洞穴 可当地的警察却说这里早就发生了塌方 所以禁止任何人入内 而女主坚信自己的弟弟就在里面 于是趁着深夜和胡子哥偷偷地来到了洞口 接着女主从石头缝里向里窥视 结果被一只手给拽了进去 醒来后的女主在角落里发现了色色发抖的小帅 这时女主顺着小帅的目光看向了身后 本应该在医院抢救的小白 却不知道为何出现在了洞穴的水潭里 而旁边还有许多可怕的冤魂在撕咬着她 接着女主进入了幻境中 她看到了真子的母亲将真子遗弃在洞穴中的场景 明白了真子诅咒的缘由 当年真子遭到了母亲的遗弃 但她并没有死 而是被洞穴中的怨灵给寄身了 她痛恨遗弃孩子的父母是要将他们全部都杀死 同时她也在不断寻找和她有同样遭遇的人 然后将这种怨念附身在他们的身上 而这其中就包括小白 当年小白的母亲祖父江未婚先孕生下了小白 本来想要将其给遗弃 但真子的怨念附身在了小白的身上 神婆祖父江自然是明白其中的厉害 于是就将小白锁在了柜子里 然后用符咒镇压 但眼看小白的怨念是越来越强 最后落得个萤火自焚的下场 与此同时 医院里的小白情况突然恶化 女主明白 一旦小白被拖下水潭 将永世不得超身 在关键的时刻 女主抓住了小白 帮助小白的灵魂摆脱了吞噬 而医院里的小白也顺利度过了危险期 这时胡子哥搬开了碎石 进入了山洞 三人相互搀扶着就要离开 不料此时真子一把拽住了女主 眼看就要将其拖入水潭 小帅看到姐姐要遭遇不测 上前抱住了真子 最终和真子沉入了潭底 画面一转 康复的小白变得开朗了许多 但女主却并没有摆脱真子的纠缠 她的精神出了严重的问题 被关在了医院 影片的最后 真子再次出现在了女主的面前 等待女主的只有死亡和无尽的诅咒 故事到此结束 真子这个大IP 到了今天确实有些走下坡路了 想想也是 现在大家都不看电视了 甚至很多的人家都没有电视机 手机又太小爬不出来 真子大神总不能从微波炉里爬出来吧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给涛哥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涛哥 最后当然也别忘了点个关注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恐怖电影 按赞和注意事项目 按赞和转发